反正我都要走了 所以我想跟你说点真心谈 真心话大冒险啊 来 一 二 三 输了是吧 那你敢不敢就留在一年期不去拍戏 不敢 不敢 那什么意思啊 那我觉得大冒险不算成功 其实我很想在这里待着 但是我没有办法 很多很多的无可奈何 我现在也只是个信任足利 不可能因为我的时间而做协调 陈奕 我问你啊 嗯 你觉得我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就是整个人啊 人是需要通过一些时间去 你这样老会生气的 挺好的 我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 跟 一直想跟你说 但又不敢跟你说的事情 不许骂我 不许骂你 拉高 拉高 不许把我拉黑的吗 这个我绝对能做得到 我很喜欢 陈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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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喜欢你 陈奕 陈奕 我喜欢你 阿 不是 没搞气什么 那你就像 搞什么 你真的喜欢我 不会吧 对呀 就是想跟你在一起的东西 你不是这样吗 苍天呐 真的是造孽 苍天呐 你就知道你在玩吗 我教你啊 正常如果有女孩子 像我这么跟你说的话 你应该跟她说 你说这么晚了 早点回家吧 你应该这么说懂吗 好了 你们抱一下吧 我说这些是我 我生活有无法干什么 有良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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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天长了地乘 有一天长了地乘 有良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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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事送我了 不想哭 我不想哭 有时候继续回来看着我 拜拜 虽然有时候我可能不太懂事 但是其实我心里是知道 大家对我的关心和保护的 被保护虽然很安心 但是也会很内疚 一直以来都是大家为我操心 也许现在到了 我该为大家去考虑的时候 谢谢我的老师 志玲哥和亮亮姐 也谢谢我的同学 怡童、小伟、小仙、润南 还有我的队长陈毅 啊 啊